主議長 剛剛我聽到你跟張岐凱委員的答詢 那很抱歉 本人就是去年召開記者會 千拜託 萬拜託 能夠把南門市場中繼站 不要拆掉 留給東門市場作為中繼站 因為1.8億是民子民高 你知道行政院当時給我的回答是什麼嗎 因为那个我们没有经管这个 我告诉你 你刚一直推给台北市政府 说是台北市政府的房子 可是你知道台北市政府 来看一下公文 看一下公文 那个简报的公文亮出来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要求 请求行政院可以把 华光特二用地 作为东门市场改建的安置市场 也就是希望能够延期租用 台北市政府有没有行文行政院 我不清楚 我告诉你就是行文行政院 你知道行政院怎么回答吗 他说不行 因为这块地要拿来去盖 通讯传播委员会 跟书发部的办公大楼 所以无法同意贵府延长租用 你去年六月五月是跟我这样讲的 结果你刚刚跟张奇凯说 你说这个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房子 地是国产署的 他拜托千拜托万拜托 说你今天南门市场改建完成 东门市场也可以用这块地 就不用拆掉1.8亿的建筑物 结果你们行政院跟我讲 不行那一块地 我要盖速发部 然后要求说 叫东门市场就在速发部 这个所谓的 准备要用的这个地 南门市场就在旁边 旁边就是旁边的空地 另外盖一个东门市场中继站 这已经是非常离谱的事情 你速发部当时你有本事 你就盖旁边的空地 那你为什么今天硬要拆掉1.8亿 主委长这不打紧 省计长我也拜托你 这件事也请省计部查一下 这就算了 我上次执询书发部 我真的拆了你要被气死 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个 一定要拆那1.8亿 一定要盖你书发部办公室 你这么伟大 唐凤竟然跟我讲说 没有我没有要去那里 所以原来全部都是一场误会 主计长我请问你 你掌管我们国家主计 谁想掌管我们国家审计 你觉得这样浪费公帑是对的吗 我们会去都请我们的那个系统的人去了解 已经拆了 瓦力一堆了 真的没有这样干的啦 那你是跟我讲去年五月 行政院给的公文是骗大家吗 他当时是用这个理由说要拆掉 这个中计站1.8 用这个理由说要拆的耶 那他是骗人的吗 所以我真的拜托沈记长 因为你有沈记政府财政的一个责任嘛 对不对 这件事情真的好好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政府是这种态度来花公堂的话 那真的人民的 难怪书发部被称为所谓办公室发展部啊 他不只是租金要花很多 然后装潢要花很多 你搞到行政院为了他拿他做借口 拆掉1.8亿的南门市场中计站 现在东门市场遥遥无奇啦 东门市场就在中正区跟大安区交界数 就是我的选区啦 我代表他们出来开记者会的 到现在没给个交代啊 对得起这些东门市场 现在正在等待搬迁的这些我们摊商吗 你觉得对得起吗 如果当时不要拆掉 现在东门市场的摊商就已经进到里面去 东门市场就可以改建了你知道吗 现在遥遥无奇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盖出东门市场中计站 什么时候搬 什么时候盖完 什么时候再搬回去 你浪费公堂也整个耽搁了我们今天 东门市场的整个的改建的程序过程 还浪费了1.8亿的公堂 这事情离谱跟可恶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我真的还是再次的拜托 主计长跟省计长 真的回去督导一下这个速发部啦 办公室发展部啦 三千万装潢不够 对不对 几千万得的租金不够 搞到最后要去抢抢东门市场的用地 民地 最后还跟我讲我没有要盖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政府怎么会离起这么离谱的事情发生 麻烦两位主计长和省计长 真的多关心一下 以上